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木雄所在的位置是在高雄的新上國小 那今天早上在接近八點的時候 發生的這一起強震 其實在高雄也有感受到四級的強震的震度 所以說其實在高雄市區 當時像新上國小 當時其實已經是在上學的過程當中 那其實不少小朋友也都已經到了教室 那不過對於地震一來 幸好其實學校平常就有訓練 小朋友就立刻的來開始進行 這個地震的防震演練 我們來看一下稍微早的畫面 有人地震還在跑啦 你以為進教室就不會地震了嗎 上學期間有的孩子在行進 有的家長在接送 有的孩子已經 大部分其實已經都在教室裡面了 做晨光的時間 所以老師就當下的進行 教室裡面的一個疏散跟掩蔽 穩住這樣子的動作 在地震之前在幹什麼 我就是在交作業啊 那突然有地震我就趕緊跑到位置了 那之前老師都有教是不是 嗯 地震的時候你在幹嘛 寫聯絡簿 寫聯絡簿喔 所以說那時候地震來的時候 你有可怕嗎 我覺得還好 還好喔 有沒有嚇倒 沒有 所以你當夏立刻做什麼事 我就 我就是 趴在地上然後邊寫聯絡簿 邊爬在地上 當夏那個時候我在喝水 然後喝水喝到一半 我和我同學在喝水 然後喝到一半 就聽家人 然後他們全部跑到桌子底下 然後我就從那個視訊台上面 跳下來過去了 然後結果 就超級恐怖的 嚇死了 那所以你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趴下來 躲在桌子下面 好其實我們有聽到 小朋友們也有提到是說平常學校就有在教 所以說其實這個地震一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立刻的迅速就是躲進桌子底下 並且用櫃姿的方式 而老師也是緊急把這個電燈 電風扇都關掉 然後也跟著一起來做這個躲避 那幸好在高雄地區是沒有太大的這個災情傳出 但對小朋友們來說 就是說他們說其實地震 他們感覺到並不可怕 但是也幸好也就是說 平常都有在做訓練 所以說小朋友們也都能很平安地度過了 這一次的地震